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卫美食 今天我们用苹果来做好吃的 首先我们将两个苹果洗净去皮 去完皮后将苹果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半 再将苹果糊去掉 然后切成小块 切好后放入盆中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将鸡蛋打散 打散后倒入苹果中 用筷子翻拌一下 再少量多次加入玉米淀粉 继续翻拌均匀 让每个苹果块都能够裹上鸡蛋液和淀粉 调成这种稠度的就可以了 然后把挂好面糊的苹果放到面包糠中滚一下 让苹果表面沾满面包糠 裹好面包糠后先放到盘中备用 锅中倒入食用油 烧至五成热时下入苹果块 用中火炸 炸的过程中我们用筷子擒翻动一下 这样可以使苹果受热均匀 炸至表面定型后 我们先将苹果控油捞出 我们将油温再次升高至七成热 然后将苹果下入锅中复炸一下 这样炸出来的苹果口感会更加酥脆 炸至表皮金黄酥脆后 即可控油捞出 一道美味的小零食就做好了 隔壁小孩也馋哭了 苹果这样做 小朋友们特爱吃 如果你喜欢也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帮忙点个赞吧 谢谢您的支持